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們今天不講任何的文章 我們來講一個特別的題目 叫做牛津鬥點 所以這是一個文法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就是 其實我這邊已經寫出來給你看 你可以在螢幕上清楚的看到 這是在排比的時候的一種風格的選擇 而這裡面只會有對跟錯 有沒有兩個都行的 事實上也不是沒有 我們繼續看下去你就懂我意思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三樣東西排在一起 就AB跟C這三樣東西的話 你是A-B&C 還是A-B&C呢 這兩個到底一不一樣 可以先預告答案給你說 這是不一樣的 那有沒有地方可以一樣 那這是一種同情的理解或許是 OK 所以到底要不要在這裡多加一個豆點 就B&C中間多加一個豆點呢 我們把這個規則先從頭講起 英文的排比的概念是這樣的 如果說今天你只有兩樣東西的話 所以我們把這個scroll下來 如果今天只有兩樣東西 你不可以A-豆點B 這是不行的 假設有兩個女生 一個叫Gina 一個叫Cassie I like Gina 豆點 Cassie 對不起 這個不行 所以你不可以豆點隔開 只有兩樣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中間加一個連結詞 所以你需要說成 I like Gina and Cassie 這樣才會對 所以這是兩個東西的排比規則 而三個以上 包括三個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現在給你看 所以你中間需要 A-豆點B-豆點&C 那再來是 A-豆點B-C-豆點&D 再往下就是 A-豆點B-C-豆點D-豆點&E 以此類推下去 有沒有可能接這麼多東西 這還真的不是不可能 OK 所以 所以有這麼多東西接下去的時候 總之你的概念就是 在最後一樣的前面加個and 然後其實你理論上加個豆點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看每一樣都是 最後一樣前面來個and 然後再前面一個豆點 而再往前推的那一些 全部用豆點隔開就好了 好 所以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才對了 A-豆點B-豆點&C 就三樣的時候 這個要豆點囉 那沒有的話怎麼辦 因為我們剛前面有問過 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牛津字典的金鑰所在 到底有跟沒有 它的差別在哪邊 我們用一些例子來繼續理解下去 所以你看我這邊其實寫一個很白色的句子 如果今天有一個Mary跟我這兩個人 我們兩個是炮友 Friends with benefits 所以我的主詞就是Mary and I 所以在這邊就很明顯的 你多個豆點也不對 那沒有豆點才是對的 所以這裡就是A&B的概念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好 這是個簡單例句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正的問題就是 到底三樣東西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需不需要一個豆點 隔開後面這兩樣 Alright 所以 一樣我們把這個句子稍微寫一下給你看 如果今天有三個女生 一個是Gina 一個是Candace 一個是Jesse 這三個的話 所以這三個句子 I like Gina Candace and Jesse 下一個一樣 I like Gina Candace and Jesse 那只是下面這句沒有豆點 把後面這兩個歌開 這個會不會造成任何的誤解 其實說真的喔 不太會 你真的不會是誤認為 這個是 你看這三個Party Gina Candace 跟 Jesse 這三個 這三個Party上下兩句 這都是明顯的三個Party There is no confusion here 可是卻有可能會有confusion 而這個confusion出現在於哪裡呢 出現在於一個 另外一個文法概念 叫做同衛語 同衛語是什麼 所以同衛語就是 Apposition這個東西 同衛語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同衛語的句子 所以現在我列了一個 另外一個句子給你看 John the tallest student in class is my best friend 所以John 班上最高的這位學生 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主詞是John 那 動詞的部分就是is 接下來就是my best friend 主詞不語 所以John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我們在以前的 很多的這個文章 帶同學看的這個過程中 都知道 豆點豆點包起來的東西 這叫補充資訊 所以其實在文法中 我們可以非常安全的把它刪掉 而不會在這個 造成這個句子有任何的這個 結構上的破損 所以這個句子說真的 就真的是 John is my best friend 只是我想一下 補一下John的資訊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豆點豆點 把這些補充的資訊包起來 這句叫做 你可以把它認為是插入句 其實 所以 你也可以用關帶的觀點來看 John who is the tallest student in class is my best friend 這樣還是對的 只是關帶跟B動 只可以一起省掉 而如果一起省掉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裡很有趣 其實John跟the tallest student in class 這兩個東西 就都是個名詞 最高的人 好 所以 這在國一應該就學過這個概念 所以John 也就是班上最高的學生 是我最好的朋友 這個句子 所以中間這個 the tallest student in class 就是John的同位語了 好我講那麼久 你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你會覺得可能我廢話很多 可是這個同位語就是來解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一個Oxford comma的問題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有另外一個差的句子是 如果我今天把同語放在句尾 事實上也是OK的 所以我這邊寫了一個例句是 我寫了一個note給John這個人 而John這個人呢 是在某一個荒島上最後的一個存活者 幸存者 你可以想像這可能是某一個很變態的遊戲 留下來我跟他殘留到最後 然後我寫了一個note給他 特別提醒他注意什麼事之類的 so I wrote a note for John who is the last survivor on the island 所以這個who is 也被我省掉了 所以這個John 跟the last survivor on the island 又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是受詞的同位語 好希望都沒問題 所以同樣的 這裡如果你把這個部分全部拿掉的話 這個文法還是同的 所以中間這個 豆點或補充的 真的就是補充諮詢 它不是這個句子結構必要的一部分 好的 所以我們回來剛剛我繼續要補充下去的概念 就同語的概念 所以你看看我這邊寫了幾個句子 I like Gina Candice and Jessie 剛剛前面出現過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把Gina這個第一個女生 換成了 Those two girls 那兩個女生們 然後再接下去Candice and Jessie的時候 這個句子 跟下面再接下去的另外這個句子 這兩個句子就有決定性的不同 那你剛剛看到這邊是有豆點 那這裡是沒豆點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同語的概念還記得嗎 所以剛剛中間這句啊 我喜歡那兩個女生 而那兩個女生就是Candice跟 Jessie 你看這裡的Candice跟 Jessie 不就是A and B嗎 就兩個的那個規則還記得齁 所以那兩個女生也就是Candice跟 Jessie 那後面這兩個是A and B的概念 所以他們兩個是不同的Party 而在下面這個句子 I like those two girls 豆點Candice 豆點And Jessie的時候 這裡就明顯的 後面這兩個東西並不是A and B 後面這兩個東西是B and C 而這個 those two girls 是A 所以這裡你喜歡的還是三個不同的Party 第一個Party有兩個人 那兩個女生是誰我不知道 第二個Party Candice 第三個Party Jessie 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再陳述一點給你看的話 所以 those two girls 不許這也沒有說比較簡單 但總之 這是A 然後Candice跟 Jessie呢 則是他們也是A 他們是A的補充資訊 OK 而在下面這句 我喜歡這兩個女生 這個是我的Party A Candice是我的Party B Jesse是我的Party C 三方 所以這裡有三個不同的組 那只是這個組的話 B跟C這兩個組都只有個體就是了 而第一組A的話就有兩個 好 這個句子應該還算夠清楚 好 那我們再多看幾個例句 如果放在主詞的結構裡的時候 你看這兩個句 Mom Peter and I are going to the mall 下一句還是 Mom Peter and I are going to the mall 那它一樣 前面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其中一句有Oxford comma 另外一句沒有 差別在哪裡 那你看我們剛剛想的是 Peter and I 如果沒有鬥點隔開的話 是不是你會認為可能是A and B 沒錯 所以這句話荒謬的地方就在於 也不要講荒謬 就有些地方可能還是可以 applicable 這第一句啊 就是好像你在對著媽媽講話一樣 媽媽啊 Peter跟我要去shopping mall 所以這裡的主詞是Peter and I 媽媽可能會被誤解為是你講話的對象 而下面這一句 Mom鬥點 Peter鬥點 And I 很明顯這裡的主詞 總共是三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很明顯的是 A鬥點B鬥點N的C 而上面則是 講話對象主詞只有A and B 大家聽懂齁 所以如果今天是媽媽Peter跟我三個人 要去shopping mall的話 你一定得說下一句 上面這一句是不會work的 會被誤解的 有沒有看 好然後 我們用最後一句來把它做結束 最後這一句講的是這個 有時候我們會在一本書的前面的 空白頁的其中一頁裡 看到這個作者把這本書獻給誰誰誰 請將此書獻給我的太太我的父母我的老婆我的兒女之類的這樣 我最好的朋友隨便你 所以我就寫了一句類似的句子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parents God and Mary 好 所以你把書獻給你的父母上帝以及Mary這個女人的名字 女人 那這兩句的分別在哪裡呢 其中一句就非常的荒謬 所以上面這句是很清楚的 My parents 第一個party God 第二個party Mary 第三個party 所以這本書你獻給了三個不同的party 沒問題 下面這句說的是 I'd like to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parents 鬥點 God and Mary 沒有鬥點的歌開 所以這裡啊 My parents 是你的受辭 God and Mary 是他的同位語 所以你的父母是神跟瑪莉 所以你是耶穌基督的概念嗎 This is all fucked up OK 好所以 希望藉由這樣簡短的介紹 你可以理解同位語是什麼 不是說同位語是什麼概念 而是Oxtracama它的重要性 我們並不是說一定加了Oxtracama才是對 如果你今天真的出現同位語的必要性 後面兩個東西是在補充前面那個A的資訊的時候 那你後面兩個連在一起的東西的鬥點是沒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時候如果你列的東西是三樣的時候 我會覺得你加下去會比較好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個無聊無比的單元 但我認為文法的補充有的時候是有必要的 我還是會做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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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